计划交易 知行合一 买卖规则终于预测 欢迎来到全网最强新居合平台 Coinite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行情 昨天的行情跟我们视频中说的一样 最高的时候反弹到了26568 在昨晚的时候直接就开始下跌了 最低的时候跌到25871 现在又反弹回来26155 那这一个小波段 智哥 风哥 Vivi 还有柏阳他们都抓住了 目前用指标图来看的话 多军的力量并不太强 空头排列 金差欲紧 那今天白天继续往上涨的话也涨不了多少 最近都是在我们晚上的时候发生行情 都是美国佬起床之后 上一个小波段我们社区的KOL们都看准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对下一个波段的观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智哥 智哥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把他会员群的空单分享到了大群 其实昨天晚上的时候最高反弹到了26580左右 进场点位比早上还要强一些 随后在下跌之后 智哥说 智盈修改23855 止损不变26960 同时关注255支撑的表现 有变动再通知 最近行情很墨迹 要有耐心 保持交易平衡性 然后在今早10点半的时候 他又把智盈改到了24865 相当于的话 智哥认为接下来的走势反弹也反弹不了太高 还是会下跌并且跌破25000 然后智哥群里有小伙伴赚了钱之后 给智哥发了1888的红包 请智哥吃饭 这饭肯定能吃的比较奢华 还有小伙伴跟智哥转了1000u的红包 大家可以看一下 厉害了 智哥说 我就喜欢你们用钱砸我的样子 好 智哥最近确实手感很不错 单单都很准 所以他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博洋 博洋在昨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发了一个交易计划 他让大家在26610这个点去开空 止损的话放在26815 止盈的话放在26031 跌到那个点之后反手再开一个多单 止损的话放在25795 止盈的话放在26815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用的是币安交易所的数据 昨晚最高的时候那根针指插到了26647 博洋的26610刚刚好是一个极限接真位 可以接到这个空单 随后他说 我才意识到前奏没有音乐 对不起 我个子矮 但想再高一点 你正在为比特币建立流动性 如果我们在这里抛售并拿走所有东西 你不会感到惊讶 随后在昨晚10点钟的时候他就晒了一下他的空单 他的空单接到了 他是在26529开的空单 跌到26100的时候他已经盈利了14% 随后他说 比特币略低 SFP当前低水平 我仍然不看好比特币 只是在耐心等待 然后在昨晚一点半的时候 他说我现在开多了 朋友们VWAP的TPE 好相当于的话 博洋还是把那个多单计划给执行了 那具体是不是要在26800止盈的话 那就得等到今天下午再看他的交易计划了 相当于博洋昨天的空单计划已经止盈了 现在他手上握有一个多单 他的多单交易计划 按昨天的观点来看的话 他是看多到26800的 最近Jason出差博洋代班 确实他的手感很不错 大家可以关注关注他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开单同样很准的VWAP 他在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说 比特币更新 这是日类交易者的更新 和我昨天一样 我们预计会出现回调和挤压式上涨 仔细阅读图表上的注释 关于交易 阿尔法的空仓正在进行中 仅供参考 我也持有IMX空头头寸 目前阿尔法的空单还不错 如果我还能找到一个 我会尽快发布 VWAP这个交易计划相当于是 他认为比特币会跌到25,929那个点去 随后会反弹到27,200哦 这根红色线的话 懂英文的小伙伴可以好好的看一下 如果出现另外一种情况的话 他认为比特币有可能会反弹到28,200去 昨晚跌到26,050去 社区有小伙伴跟我聊天 我说可以止盈了 博洋的交易计划就是让这个点止盈 他说我就是要跟VWAP 我在25,929那个地方挂的多单 我就信VWAP 好这个空单吃完了之后 那这个多单他相当于也挂到了 接下来的走势难道如VWAP说的 会反弹到27,200去吗 那我们接着看一下他的观点 在今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 VW又发表了一下他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说到目前为止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但明天是一个事件 从历史上看 比特币每次都会被抛售 因此做多需要谨慎 而且在当前水平之上 还有一个FVG 让我们根据明天的情况做多 26,500证实了上升的趋势 现在我们只是要去等待机会 明天应该是美国那边开会 按之前VW和燕窝的观点来说 每次开会都会下跌 相当于的话 VW认为如果开会情况还不错的话 还是有可能会反弹到27,200去的 美国佬起床之后 大家要注意一下 随后他让大家把UNFI的多单 和FTM的多单都平仓了 在VW说比特币的中间 他还给大家报了很多币 但是都是盈利的 最近视频留言里面有小伙伴跟我说 我为什么只晒盈利的 不晒亏损的 确实全部都在盈利太假了 但是最近社区里面这些博主的手感 确实都很不错 我都没怎么找到亏损单 既然小伙伴们提出要求想看亏损的 那我就尽量来找一找亏损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提阿非罗 提大在昨天晚上11点钟的时候说 平行高点之上 不舍得只赢的又跌回来了 提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开多单的小伙伴 不舍得只赢的话 昨晚的时候又跌回来了 然后他接着说 BNB回抽支撑阻力互换 目前站位站上去 BNB相当于昨天晚上插针 插到了220 220是一个关键支撑 如果BNB站不上去的话 那接下来就要下跌 之前的时候一直都是在220以下 215左右徘徊 BNB估计在等比特币的下一步走势 如果比特币接下来下一轮大的行情 是跌到2万去的话 那BNB估计就要下去了 如果比特币直接拉上去了 我估计币安也会把BNB拉上去 随后提大说 比特币盘口的一个看跌背离 相当于昨天晚上的时候 盘口数据显示 比特币出现了看跌背离 所以比特币昨天没跌多深就反弹起来了 盘口数据确实还是很准确的 好这是提大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Rose Rose在昨天中午12点半的时候 给了大家一个LPT的买入设置 相当于他让大家在6.55去买入 止盈的话放在8.39 止损的话放在5.55 现在这个币的价格是6.8 目前是盈利状态 昨天最高的时候涨到了7.2 然后他接着说市场正在关注BTC 这就是为什么ALTS仍然进展缓慢的原因 未来三个月对牛市和熊市来说都很艰难 因为市场太慢了 随后在昨晚8点半的时候 他给了大家一个LPT的止盈设置 相当于涨到7.0之后 他让大家出一部分 刚刚给完止盈之后 他接着又让大家去买LPT 这次开多的地方是7.039 止盈他放到了15.42 这一单现在来看是亏损状态 接着Rose对这一单给出了理由 他的意思是LPT15美元是一块磁铁 他就是认为会涨到15美元去 会涨到前高那个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他接着说再过去 BCH CLMP中类似的交易很少 我认为下一个会是LPT 然后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他说告诉我谁有能力在比特币下跌时提供买入设置 90%的时间是横向移动 只有10%的时间是趋势市场 然后他接着发表了一下他对BNB的观点 如果价格一直保持在180美元以上 直到12月那将是买入并持有的时机 相当于的话 如果BNB一直能维持在180美元以上的话 到12月份的时候 就是可以买入的时候 他认为接下来会上涨 Rose姐的观点变了 他说他对币安没有意见 他的意见是中立的 我估计大概率还是CZ给他打钱了 好这是Rose姐的观点 相当于昨天中午那个LPT的单子是盈利的 但昨天晚上他追多的那个单子 目前是亏损状态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种追多的单子 Rose姐看的时间线太长了 很多小伙伴在这种震荡中都拿不住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波浪理论 刘玉东 柳大在今天早上10点半的时候说 互联网企业以花费巨资 能买到英伟达的GPU为荣 在AI挖金矿的技术变革面前 英伟达是卖矿机的 是矿工谁抢到矿机谁占先手 现在人工智能也好挖矿也好 已经不适合我们这种小散户了 都是互联网大厂什么阿里巴巴腾讯 还有美国的谷歌微软这种大公司来挖矿 留给我们的机会确实不太多了 今早在会员群的时候 群里的小伙伴王尔狗分享了一下 某PEP早期买入地址 三小时前清仓1.88万枚PEP 约合167万美元 他是在4月15号的时候 以60美元的价格买入了2.43万亿枚PEP 然后他在三个小时前他卖了 赚了244万一窩 只有币圈才有这种机会 大家要好好把握一下 越往后面走 留给我们这种个人还有小伞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说绿点25,166的上涨极难做成上涨推动浪或者引导7型 无法找到绿点做31,804的底的证据 需要价格维持在蓝色虚线27,705以上才能乐观 24,820不构成强支撑到绿色虚线23,238处才有支撑 好这是柳大的观点 相当于的话他认为24,820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支撑 下一个支撑位是在23,238 跟智哥昨天改的指引很接近对吧 如果跌破23,238的话那就到2万去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观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风格 风格在昨天上午11点钟时候让大家26,400开空 止损的话放在26,800止盈的话放在25,400 然后在昨天下跌之后他让大家26,000附近出50% 剩余时仓止盈不变 相当于的话风格认为接下来下一轮走势应该还是继续往下 那整个今天的观点风格还有智哥跟VB还有博洋出现了分歧 接着风格分析了一下他的观点 小伙伴们到底跟谁呢 下一个波段是往上还是往下呢 那就多多来关注一下我们社区的博主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OPTI一小时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空军的力量比多军要强的多 狗庄现在非常喜欢站在空军那一边 庄家只要跌到25,800去就会把大部分开多的人全爆完 如果上涨的话要涨到26,800去才会把大部分开空的人全爆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这腰捉得我的见怪不怪了 大家可以看到多军的力量跟空军势均力敌 甚至比空军还要强一些 庄家只要跌到1635去就会把大部分开多的人全爆完 上涨的话要拉到1690去才会把大部分开空的人全爆完 好今天内容分析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